中國官方為報復斐洛西訪台,祭出禁止出口台灣天然砂 為補足砂石量能,經濟部水利屬轄下書訓工程家族瑪麗,在花蓮溪、利物溪預期能增加76萬公噸砂石量,透過東砂北運的方式補足缺口 第九河川局表示,目前轄區書訓進度超前,今年底前可提高書訓量50萬噸,並已與縣政府協調,縣管河川利物溪書訓可增加26萬噸,東砂北運有能力滿足大陸天然砂暫停不進口的缺口 突發中心,花蓮報導